傲慢那件事是什麽呢 就是他那天說一句說話 我都經常聽到很多人說的 那句說話是什麽呢 就是做 我年輕的時候 都參加過社會人 都參加過抗爭的 我做得你媽媽 就是我做得你媽媽 這些說話討厭的地方在哪裏呢 香港很流行的這句說話 有很多版本的 這個是歐美傳入的 就是說一個人30歲前 如果相信社會主義就有理想 30歲之後還相信的話就叫做傻居 這句說話呢 現在流行出的那些變種呢 之一就是林鄭講的那句說話 我年輕都參加過抗爭 即是現在不應該 沒錯 其實那句前台詞是什麽呢 那句前台詞就是 我年輕都傻居過的 我現在醒了了 我成熟了 你們現在這樣反對我 是你傻居的 你到我這個年紀 你就知道我是對的了 那這些說話最犬如 最討厭的地方是什麽呢 就是第一 他是那種中國人那種 就是我做得你媽媽 我成熟多過你成熟 就是不講道理的 不是講道理 是鬥老的 其實基本上是鬥不大 才會弄到梁文杰 梁文杰說 喂 我年輕過你很多 你真是的 沒有想讓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 當年那個城寫 我做新聞記者很出名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世界新聞專科學院 成老闆 成老闆的老爸 他當時跟汪精衛抗爭的時候 汪精衛行政院長 他跟汪精衛講了一句話 我可以做一生一世的新聞記者 你可以一生一世做行政院長嗎 哈哈哈哈 講得好 我可以一生一世人都是做記者 你可以做一生行政院長嗎 你不可以 你遲早就要去浪漫 沒錯 真的 就是這句話 這個是八十年前 大哥 七八十年 就是這個道理 挺好的 所以你用這些東西來帶我 就是這樣跟你說 我經常自己要反省 我五十多歲 我經常要反省 我經常要反省 我經常遲老 我現在都做到 我經常要反省 我經常要反省自己 大哥 還不不不 做個年輕人 沒鬼你不放你 民建官還是用力 不要 沒有 但是我覺得他不止是老闆老 而且那句話是講的什麼呢 是講的一種投降主義 一種宿命 那種宿命是什麼呢 就是 任何有理想的人最終都會服從的 任何想改變世界的人 最後都會放棄的 其實他是講的一種宿命 而我覺得香港人最悲哀的地方就是過去幾十年 類似這些文章這幾天很多 所謂保守陣營的文章開始出現 開始講這些類似你現在的理論 但這件事是不是很討厭的動物 非常討厭 我覺得我們過去香港幾十年來就相信這些東西 大家都覺得我們最終都會屈服 為什麼要這樣相信這套東西 其實這套東西只是一個信而已 其實很簡單 你年輕的時候那種對信念的堅持、執著 推動社會的進步 到你年老的時候 你變成一個保守派 這個是互相沒有關係的 對嗎 等於狼兒可以... 狼兒可以當年穿到睡衣 坐在李鵬那裡 電視上看到我們穿 覺得不安定 到後來變成肥豬 那是沒有關係的 是不是 你回到未來嗎 現在是沒有關係的 那些人最喜歡說 你看看那些民族的事 你打電視上變成肥豬 那肥豬是錯的嗎 是不是 你問他今天做肥豬 說的是多年 柴靈來了分 他來了分 那又怎樣呢 你明明是多年做的事 對 多了道理是錯的 對不對 後來... 喂... 你應該說他以前 我看到他現在做的事 我就打個文號 你反過來 你會回到未來 你把他以後發生的事 否定他之前 你明白嗎 真的同樣的道理 汪精煒 你剛剛說汪精煒 汪精煒做漢奸 但是你不可以否定他當年 含字涉症亡 是的 抓了他之後 慷慨作楚愁 慷慷過現時 慷慷作楚愁 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後 真是好東西 很厲害 很厲害 真是很慷慨 但是你後來做漢奸 你怎麼做 你都否定不到這件事 嘩 你去做漢奸 你只是那時候負責 你三十四 你都是這樣 你現在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還有 是幾十年不變 一百年不變 才會很悲哀 你不是今時今日 繼續這樣說的 這些說法 你一來你就在那裡 以老賣老 一來你就是邏輯 錯亂 好像你說 另一種就是在那裡鼓吹 大家最後都要投降 都要做純民 我經常跟天星班年青人 我經常跟他們說 我跟他們說 我們大家為何在那裡 那晚我們不是在學聯那個 集會到你唱歌嗎 我不是在那裡說 我說 我們大家為何會在那裡呢 因為我們還相信世界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說你不用怕 你不老的 為什麼呢 這意思是我們說的 非常好事 這個定義下 你是年輕人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那種定義 年輕人就是一班 相信世界還可以改變的人 而 我說他是上一代的終極理由 就是他已經不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了 他已經投降了 他不會再想做任何的改變 他不會再抵抗 但是我們會嘛 這就是我們跟他們的終極分別 我們跟他們聊了